而今年呢 要申报所得税有薪制 而且是小确幸 在5月的报税月呢 政府再放利多 奉上了减税大礼包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的减税方式 5月的报税季又来了 2023年报税有薪制上路 大选前一年小确幸特别多 县市全民普发6000元 5月报税月 政府再放利多 奉上减税大礼包 就是用手机报税 然后用行动电话认证 不用插卡就可以 就是说也不用APP 然后可以编修资料 就是免读卡机的意思 那这样子就可以在家 轻松来做完成申报所得税 免税额调升4000元 基本生活费提高到19.6万 客税急剧也放宽 单身上班族免缴税门槛 拉高到免刑42.3万以下 多口之家越多人报税 结税机会也更大 我们今年的免税额 就是9万2000元 那比去年增加了4000元 那如果是本人配偶受抚养的 直系尊亲署的话 那就是13万8000元 也叫去年增加了6000元 那标准扣除额的部分 单身是12万4000元 也叫去年增加4000元 有配偶的话是24万8000元 叫去年增加8000元 那像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 今年都是20万7000元 叫去年增加了7000元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19万6也叫去年增加了4000元 政府才刚刚还税于民 普发现金6000元 如今又发红包减税 要把对民众负担降到最低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